好了 宣读今天正道的经文 彼得前书四章一到十一节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你们存这样的心 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 只从神的旨意 再适度余下的光阴 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 恶欲 醉酒 荒焰 寻饮 并可恶拜偶像的事 时候已经够了 他们在这些事上 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 就以为怪 毁谤你们 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 为此 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 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 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 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警醒祷告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若有讲道的 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侍人的 要耳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 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好 我们一起来为正道和听道 祈求圣灵的帮助 我们来祷告 慈悲怜悯的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主耶和华 求你照你的话将我们救活 让我们的心钻向你的律力 典章 求你赐我们切募并悟性 可以明白你的训辞 转眼不看虚假 并在你的道基 你的公义上生活 主啊 求你保守你的仆人 李盈强长老 愿圣灵与他同在 将神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解开 发出亮光 就是众人通打 愿圣灵赐我们谦卑受教的心 领受从上帝而来的圣言 以上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好 我们下面 有请李盈强长老 在我们当中来正道 正道的题目是 受苦相爱 两密集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 感谢主 我们今天可以在空中相遇 我们可以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感谢主我们彼得前书已经将要接近尾声 我们越来越看到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大徒弟 大弟子 他对基督恩典的那一个深深的领会 他对教会的深深的爱 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和使徒彼得很不一样 他写了很多的书信 他写了十三封信 十三封信里面将基督的救恩 将整个属天的事讲得非常的丰满 丰富 深邃 深刻 令人向往 引人入圣 但是使徒彼得留下来的书信只有两封 在这两封书信里面 他用非常浓缩的语言 来讲述天国的事 讲述耶稣基督的恩典 所以今天我们 要讲到的这个题目 是受苦相爱两密集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一个基督徒被圣灵重生之后 他在这个世界上 就开始会面临三个的真正的敌人 就是世界 老我和撒旦 世界 老我和撒旦 从各个方面 从外面 从里面 要对我们实施进攻 要对我们的信心 发动猛烈的进攻 想要摇动他 想要攻破他 想要取消他 我们外面 是我们这一个倾向于犯罪的肉体 我们的肉体 就在我们今天所读的最段的经文 我看到我们的肉体 它倾向于三件事 在第一节当中 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肉体倾向于犯罪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 所以你看到肉体本来 它是与罪纠缠不清的 肉体当中 就有一个律 是倾向于 是喜欢犯罪的 那你要看到 肉体还有一个倾向 它就是喜欢 第二节 它喜欢从人的情欲 按照情欲的引导来生活 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生活 这就是体贴肉体 它不喜欢按照神的旨意 它不喜欢顺服上帝 这是肉体的第二个倾向 肉体的第三个倾向 在第三节经文当中 看到说 它喜欢随从外邦人的心意 去做那些邪淫 恶语 醉酒 荒厌 群惊 并可恶败偶像的事 这个肉体喜欢 原本喜欢和那外邦人一起 同奔放荡无度的路 所以基督为了 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肉体 基督为了救我们脱离 这一个罪的捆绑 这个死的威胁 他给我们开出了一个 无可思 就是难以思议的 无可比拟的 令人心难以想象的 一个要方 一个出路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受苦 就受苦 你看到 在第一节当中讲到说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 作为兵器 亲爱的弟兄姊妹 看到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 他讲到你要 你要有全副的军状 你要戴上救恩的头盔 你要披上公义的护心镜 你要拿上信德的臀牌 你要穿上平安的福音的鞋子 你要束上真理的腰带 你要拿上圣灵的宝剑 他讲到全副的军状 但是呢 这个大师兄彼得 他的招数非常简单 他说你怎么征战呢 你征战呢 他教你 所以我今天讲说 这是一个 这是基督教 独门不外传的秘籍 这是从使徒彼得 传给我们的 要对抗世界 魔鬼和撒旦的 一个独门秘籍 就是什么呢 就是受苦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讲到受苦的时候 我们首先 你可能说 这个我知道了 那我们就是要受苦 我们受一些逼迫 我们吃些苦 然后 我们就好了 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独门秘籍啊 我们就看得太小了 甚至是我们把它看错了 因为 在这里讲的受苦 首先指的是 基督在肉身受苦 不是我们 基督在肉身受苦 亲爱的弟兄姊妹 基督在肉身受苦 是什么意思 基督怎么会在肉身受苦呢 基督是谁 基督是天上荣耀的神 他来到我们中间 他是完全的人 他在世上 他活在世上的时候 他披带的这个肉体 请注意哈 亲爱的弟兄姊妹 基督所 披带的这个肉体 跟我们是一样的 基督活在地上的时候 跟你我一样 是有一个软弱的身体 一个软弱的肉体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姊妹 她写了一段话 她写得非常好 她说 没有受苦的福音 必定是轻飘飘的福音 在那个轻飘飘的福音里面 耶稣是神 所以他不哭 不笑 不苦 不痛 不饥 不饿 不纠结 不绝望 他被鞭打 身体不疼 上十字架 不惧怕 只有苦难 才能将我们与基督 更深的连接在一起 让我们知道 为着我们的罪 他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亲爱的弟兄姊妹 基督在肉身受苦 这不是一件小事 并不是说他不疼 不是说他不饿 不是说他不苦 基督在世上的时候 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跟你我一样 在希伯来书 我请大家可以翻开圣经 翻开圣经希伯来书 我要从第一章到第五章 要读几节经文 请你跟着我快速的来看 圣经希伯来书 讲到基督在肉身的受苦 还有几节经文 一章十四节 儿女记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一章十七节 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记 十八节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四章十五节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 请翻到第五章第七节和第八节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 蒙了英语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你读到这些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很惊人 基督在肉身所受的苦难 和你我 是一样的 而且他的程度 我说性质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程度 是更深的 没有人 没有人 在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 受了基督所受的那个苦 就是他的十字架上 与天父的分离之苦 他说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这个苦是世界上最深的苦 我们没有一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 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苦 亲爱的弟兄姊妹 基督在肉身受苦 是因着基督在肉身受苦 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我再请大家翻回到 这个前面 二章的九到十节 你看到说 唯独 见那成为比天使 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败免 叫他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尝死味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 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 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事合宜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看到吗 基督在肉身受苦 是比我们所受的更深的苦 虽然在性质上一样 在范围上一样 但是在程度上 比我们更深 因为他所受的苦 我们在地上所活的人里面 从来没有一个人尝过 因为他尝的是死味 他尝的是死味 这一个苦谁能够受呢 人若受了这个苦 就不再存在了 但是基督却 从经过那个死亡 复活 去永永永远活着 他今天在天上 当他呼召我们 来进入他的恩典 来与他联合的时候 当他呼召我们 与他的苦难联合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他已经走过了这一切 他胜过了这一切的试探 不是在那个不疼的 神性里头 不是在那个全能的 那个神性里头 是在他完全的人里面 跟你我一样 受鞭伤的时候 是剧痛的 是我分离的时候 是心痛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彼得前书的前面 我们今年其实一直在 每个月我们都有一次机会 来学彼得前书 我们看到彼得前书 在一章十一节的时候 就讲到 基督受苦难 后来得荣耀 这是整个旧约的先知 所见证的 那基督的灵 只是他们告诉他们 基督的世上 要受苦难 后来得荣耀 在二章的 二十一节的二十五节 这里面 更加具体的说到说 你们蒙昭 原是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教宗行 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面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 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 木人监督了 这是在讲基督 即在肉身受苦 在后面 后面一点三章十八节 我们上一次讲到这段经文 三章十八节 这其中有一些是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 这一个四章第一节 和合本的翻译当中 省略了两个字 就是所以 所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就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看到前面讲到 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一切 是这个原因 所以在这里面说 所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所以基督在肉身受苦 是我们的一个受苦 这个秘籍的核心 是包在里面的 极其宝贵和重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一听到受苦 就以为说是我们受苦 那我们就搞错方向了 什么是福音呢 福音是那一位住在荣耀当中 从永远到永远 都是圣洁 完全的上帝 为我们成了血肉之体 凡事与我们相同 凡事受过试探 被试探而受苦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是基督在肉身被试探而受苦 是为我们受苦 他完全遵守了 父神的旨意 他有一个完美的 记录 他有一个完美的义 这个就是 这就是义 义是怎么 我们的义从哪里来呢 我们人没有义 地上没有一个义人 那我们怎么 怎么会成为义人呢 就是基督的义 基督 他在这些苦当中 完全没有犯罪 他的义如今 归算给所有的 信靠基督的人 归算给所有的 所有的基督徒 什么是福音呢 福音是那一位 完全无罪的耶稣 为我们的罪 被交在犹太人 罗马人的手上 被捆绑 被打耳光 蒙着头被打 被剥光衣服 他被穿上紫袍 被戴上金冠 被嘲笑 被辱骂 被鞭打 被逼 背着沉重的十字架 走向各个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会唱那一首诗歌 叫《嘉略山的爱》吗 如果你会唱的话 请你跟我一起来 唱这首诗歌 我们来 在这种当中 我们来默想 基督的受苦 为什么不说一句话 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一步步走向各个他 感性为我们悲伤 哦耶稣 哦耶稣 亲爱的耶稣 哦耶稣 受苦的耶稣 为什么人不说一句话 感性为我们悲伤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说到 受苦是基督徒 对抗世界罪恶和魔鬼的秘籍的时候 首先不是在讲 我们自己要如何受苦 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 基督的肉身为我们受苦 受死 献上了挽回祭 挽回了天父公义的愤怒 使那本该倾泻在 我们身上的地狱之火 都在十字架上 倾泻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保罗他用一句话 来总结福音 他说 他说我 我不需要传别的 我只传 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福音用一句话总结 就是 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福音用一句话总结 你可以说 是基督 既在肉身受苦 基督的受苦 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他原本不能受苦 因为那一位永恒的天父 荣耀的上帝 在与天父 在这个永远的 这个三一的团契当中的 这个三一的上帝的 第二个位格 圣子 耶稣 他不能受苦 他也不需要受苦 他也不该受苦 你怎么能够 怎么能想象 一位圣洁荣耀的上帝 为我们受苦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福音的核心 他为我们受苦 所以我们就可以 不再受罪的苦 不再受死的苦 那是永远的苦 那永恒的主 进入时空之中 那圣洁的主 披带软弱的肉身 为我们受苦 所以我们就可以 因着他的恩典 而得到永恒的 不受苦 所以基督在肉身 为我们受苦 替我们受苦 使我们被拯救 脱离那个永远的受苦 这本来是我们 每一个人该得的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每一个罪 都必须受到公义的审判 上帝不像我们 我们常常会忘记自己的罪 当然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会记住他人的罪 但是其实连他人的罪 我们也记不住 我们没有办法 公正地面对每一件事情 但是上帝 是完全公义的上帝 每一个罪 无论是杀人奸淫 偷盗这样的大罪 还是随口说一些 无关紧要的谎言 我只杀了个小谎 我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或者是你随意点开 不该看的网页图片视频 这样看起来 好像没有伤害什么人 我没有做什么 很可怕的事 这是很小的罪 但是你要知道 每一个罪 我们包括我们思想当中的 每一个犯罪的念头 原本都使我们该得 配得地狱的永恒之祸 可是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这就成为我们不再犯罪 使我们可以与罪断绝 因为他肉身受过苦了 因为他在肉身受苦了 所以我们可以与罪断绝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这是福音的 第一个基础的重要的应许 就是这个 因着主的在肉身受苦 所以我们被救赎 我们得以自由 当然 你看到 在这里面受苦 作为一个秘籍 那当然不只是指基督受苦 因为他这里面 接下来讲说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 作为兵器 你们也要 效法基督 你们也要 开始 为着天国 为着福音 为着教会 来开始走 基督走的那个路 来喝基督 所喝的那个杯 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 因为他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里既是说 基督的死 基督的受苦 完成了救恩 解决了罪的问题 在希伯来书 九章二十八节说 基督一次被献 就担当了多人的罪 十章十二节说 基督献了一次 永远的赎罪祭 就坐在神的右边 他坐成了这个恩典了 这里既是这个意思 他也是在讲 当一个基督徒 当一个上帝的儿女 被重生 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以后 当他开始 当他开始因着福音 因着基督 因着天国的缘故 开始受苦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荣耀的记号 在他的生命当中 这个时候 他就写明 他已经站在了 一个蒙恩的地位上 站在了那个儿女的 那个身份当中 他已经是圣洁的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不觉得这样很神奇吗 这好奇妙的事情 当基督救我们的时候 他一开始就说 你已经圣洁了 你已经与罪断绝了 这是基督赐给我们的 极其不可思议的恩典 我们已经得了 已经得了这个恩典 我们不需要苦苦追求 我们不是在一生 在一个竭力的挣扎当中 有一天我们终于从 从负分变成了零分 从零分变成十分 十分 然后我们终于努力 然后变成了及格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得救 基督直接告诉你说 亲爱的张弟兄 亲爱的李姐妹 你已经得了一百分 你说我得一百分 怎么可能 我负分吗 我负分 我怎么可能得一百分 不是你得的 基督已经得了 基督得了一百分 满分 然后基督把你们这些 靠他的人 在他里面的人 都因着他 就都得了满分 你们都可以 进到天国的言行里面 你都可以进去 不是你自己 是基督 就在热身受苦 你就 在他里面 得了这一个益处了 哦 我也是一百分 那然后呢 然后你自己去做题 然后 好了 现在开始做题了 现在每一天都要发卷子 每一天主的给我们发卷子 给我们做 今天你一考 发现 我怎么还是负分呢 我怎么还是负分 我根本就得过的 不是说我一百分了吗 怎么我还是在这样的小事情上 我还犯罪呢 为什么我起来 为了敬拜 我想我们应该快一点 他那个事情还没收拾完 我就 就要说他 然后我们俩就生气了 然后敬拜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心不在焉 我们俩都还 我还在犯罪啊 你告诉我一百分 这个 我怎么还在犯罪呢 然后 我怎么心里面 我一边听你讲到 我一边 我一边很烦躁 我一边想着 警察会不会来敲门 然后我想着 我还想着 这个 好多的事情 我想着这个 我的双十一 这个抢的这些东西 怎么到现在还没到货 哎呀 我那个东西今天中午 我就要用的 我在 我在想着那些事情 哎呀 我知道这些事情不对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 这样不好 我也不想犯罪 但是我怎么 我怎么就是这样子呢 你不是告诉我说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吗 你告诉我说 基督已经在肉身受过苦了 所以我们已经与罪断绝 我不再犯罪了 你看使徒约翰也这样说 他说那是神的儿女的这些人 他们就不犯罪 那我还在犯罪 那是不是我不是神的儿女呢 那是不是因为我不信主 我的信是假的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区分一个 已然跟未然的 这个 这个关系 因着基督的恩典 你确实已经站在了一个 义人的地位上 站在了一个 已经与罪断绝的这个地位上 你确实不再 不再是那个倾向于爱好犯罪的人 你不再是 但是你的一生当中 你需要不断的 不断的去 将那一个 与罪断绝的那个 那一个应许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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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属灵的真实 活出来 主已经给了你这个恩典了 主给了 而且 主还要帮助你 真的不断的 经历这个 你就看到 罪 在你的身上 纷纷的脱落 脱落 今天掉一片 明天掉一片 当然有的时候 你看不见 没有掉一片 好像只是颜色变淡了一点点 然后我去撕的时候 发现还很痛 我想把它整个撕下来 发现不对 当我想要与罪断绝的时候 我痛得很 我很痛苦 我不可遏制的 想要买好多东西 其实我知道好多东西 我根本就不需要 但是我还是想买 我不可遏制的 想要生气 其实我不想生气 但是我就是要生气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要生气 我真是苦啊 我跟我弟弟生气 我跟我姐姐生气 我跟我 我跟我的 爸爸生气 我跟我妈妈生气 然后我爸爸也跟我妈妈生气 我妈妈也跟我爸爸生气 我发现一团糟 这社会怎么了 就是我们都已经 蒙了这么大了 你怎么还是这样子呢 所以接下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 接下来 你要好听 就是因为 因为使徒彼得 在告诉我们说 是的 你们要怎么样 把这个秘籍啊 这个独门秘籍用好 这个独门秘籍用好 你真正把基督 在肉身受苦 这样的心智 作为兵器来征战 你就可以不断的 在这个征战当中 取得胜利 你就不断的在 就可以治死罪 就可以打败老我 击败魔鬼的试探 击败这个世界的引诱 你可以不断的 在你的生命当中实现 与罪断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受苦 是的 主给我们受苦 这个秘籍 是因为 他先为我们受苦 那我们的受苦是什么 我接下来要看 我们的受苦是什么 我刚才花了很多时间 讲基督的受苦 接下来我们讲 我们的受苦是什么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在一到六集当中 我们看到 我们的受苦是赏赐性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看到吗 这是从上头来的 主要赐给谁 就赐给谁的 凡是在肉身经历这种受苦的 他就知道这受苦 是如何的与他有益 是如何的帮助他 看见了自己里面的罪 是如何的帮助他 看见自己里面的小信 是如何的切断他 切断他 与罪的那个 藕断失联的关系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听许多人做见证 都讲在受苦当中 主怎样子来帮助他 对付他从前 很难对付的罪 我听有几位的弟兄姊妹 经过这个看守所 或者是拘留所的弟兄姊妹 分享 我都特别的为他们感恩 当他们从里面出来的时候 有好几位都分享 从前的一些罪 从前的一些缠绕他们的罪 从前的一些 他们很难去对付的一些罪 比如说 可能有弟兄从前 非常难以胜过情欲的罪 但是当主在那一个 那个极其困苦的当中 熬练他 他出来以后 他就发现 他真的就胜过了那个罪了 比如说有弟兄 曾经很难胜过 这种骄傲 自义的罪 但是 主给他很大的恩典 在那个里面 使他看见自己 完全是软弱的 完全无能 如果压力升级的话 就看到自己完全败坏的本相 因此他就 就得到的那个恩典 然后他就 就知道 说我们 我们 谁不是软弱的呢 有谁是刚强的呢 谁都是软弱的 我们都是靠基督 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你看到 这个受苦是赏赐性的 是从上头来的 第二个 受苦呢 是预定性的 是神的旨意 亲爱的弟子 我在上一次讲 比如前说的时候 就讲过这个 我说神的旨意有两种 一种叫预定性的旨意 一种叫命令性的旨意 预定性的旨意 意思就是说 必定成就 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拦阻 绝对会成就的 一定会实现的 一定会这么着的 命令性的旨意就是说 神说你要这样做 请注意 基督徒在肉身当中 要受苦 这件事情不是一个 命令性的旨意 不是 上帝不是命令我们 要这样子做 不是 他是预定我们 预定每一个 每一个 在神的恩典当中的 被救活的人 他都一定会因行善而受苦 你也明白吗 就说这个不是可有 可无的 这个是上帝预定 必定会发生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你在受苦的时候 当你在为福音 为天国的缘故 受苦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不是上帝要让你去做 而是上帝预定的这个事情 必须发生 就好像上帝预定的基督 一定会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成为人来到我们中间 为我们担当罪 这是上帝预定的 那每一个儿女 也都 他所招的人 也一定会 上帝也这样招过来 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在他世上 走一个先受苦难 后得荣耀的路 所以这是第二点 就是受苦是预定性的 第三 受苦是征战性的 你看到后面 刚才受苦是预定性的 你看到第二节 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 只从神的旨意 在世读余下的光阴 你看到这个地方 从人的情欲是什么 是因行恶而享乐 从神的旨意是什么 就是因行善而受苦 这是神的旨意 现在弟兄们 这第二点 就是关于受苦 第三 受苦是征战性的 你看到 这个外邦人 你以前跟外邦人一样 做他们爱做的 一切邪恶的事 败坏的事 污秽的事 那如今 你不再这样做了 你开始在肉身 愿意受苦了 你不再跟他们同奔 放荡无度的路了 这个周末的时候 这个我们打两圈 你说不打了 哥几个喝点酒吗 你说我不喝了 你不喝了 我们今天晚上洗个脚吗 不洗了 我们到来就去干干什么 你都不干了 你什么人 怎么回事 我说我信主了 你信主了 信什么主啊 是真的 是真的还是主的那个主 还是你信什么主啊 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你知道 这个跟外邦人之间的争战 跟你从前的那些朋友 亲人 你的战友 你的同学 之间的争战就开始了 他们就要毁谤你了 就嘲笑你了 他们就说 你信的主了 了不得了 要成仙了 成圣了 我就看到你什么时候 白日分身 然后你就 你都不是人间烟火了 然后这样那样 有各种话 就来嘲笑你的 然后他不只是嘲笑你 而且他要亵渎你的上帝 他说四川人讲很多粗话 四川人有时候 用很多很亵渎的话来说 你们那个上帝 怎么怎么样 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 都经历过 你看到这个受苦是征战性的 而且是有方向的 就是从黑暗投向光明 从那个罪恶投向圣洁 从那个 你看到这个方向 是一个180度的转弯 你从前是那样的喜欢犯罪 但是你现在要在每一个罪上 遇到征战 这是第三 第四你看到受苦也是见证性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受苦算不得什么 我们的受苦 我们的受苦如果见证是我们自己 我们你看这些人都好了不起 这些人都好坚强 这些人都好勇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真的是 我们就真的是 是搞错了 当然不是我们搞错 往往是别人搞错了 因为他们 他们有的时候还看不见 当然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 我们会有一个危险 我们在那里会 抢夺上帝的荣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要说 我们教会有好多 同工都能够受苦 也不要说 你看我们现在教会 在这种逼迫当中 好勇敢 不不是的 我们要看到的是 诸有多大的恩典 在这间教会 我们都是如此软弱的人 我们 我有一次跟大家讲过 这种软弱 不是你自己想要控制 就能控制的 你控制不了 我上次在成都的时候 那是第一次警察找到我 我整个人浑身在 不自觉的在发抖 我抖动的厉害 我拿那个手机 手在抖 我说我怎么 我经历这么多事情 大风大浪 我都见过了 这么来一个社区民警 我还浑身发抖 我起的怪了 抖什么 但是我跟我说 不要抖 我自己在那里面 不要抖 不要丢人 但是我就在那丢人 浑身发抖 然后我也不知道 当时我抖啥 是吧 但是 然后后来我发现 其实我每次都发抖 每次警察 这次我在乐山 这个十月 这个就十一月几号的时候 他们来找到我了 然后这个敲门 以这个 查户口的名义 来来来来 那个时候我发现 我那次又在发抖 我这时候发现了 其实我每次都在发抖 我跟他们说话的时候 其实很难 很难有里面的那种平静 非常难 我非常想爱他们 但是我发现 我根本就爱不了 其实我非常讨厌他们 我恨不得 把他们的一脚 拆下楼梯去 但是 但是我们 当然我没这么做 我故作镇静 其实我 其实每一次 都是非常软弱的 昨天 昨天这个 这个房东的 这个 房东是我们教会 一位姊妹 房东的这个亲戚 又来 这个 就要我们今天 一定要搬走 说最后期限 明天早上 我们就必须来收钥匙 然后当时我就很火 然后 我就 我自己以为我没火 我说我好好的 跟他们说话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我很火 我当时火 我说这凭什么 这个房子跟你们 没有任何关系 你看我有合同 我有委层 我有这个 这个房东的声明 我有房东的产权证 这个身份证 这个户口本 复印件 我都有 你们是谁 你们凭什么 要来干我走 但是 当然 就是我在那个里面 看到我自己 真的是非常软弱 就是 就是我很想爱他们 因为他是我们 弟兄姊妹的家人 我非常想要 温柔的跟他们说话 但是说着说着 声调就上来了 说着说着 然后就就生气了 就是 我虽然我 我表面上 也许没有生气 但是我里面 非常生气 我很火 那后来之后 当然我也 之后也没办法 就说他们说 你要再不走的话 我们就要把我们老父亲 就背到六楼上来 然后我老父亲 有心脏病 如果你们搞出他 这个搞出人命 你们要负责任 那好 我们走吧 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 我们就会离开楼山了 对 你们不要问我去哪里 因为你问了 对你也不好 我说也不好 我不说也不好 我会去 想办法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我回来 我就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在这一切当中 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有什么勇敢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勇敢的 其实我们都是软弱的 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的受苦 其实根本上是要见证基督 见证基督的受苦 为什么我这么软弱 我还要 我还愿意呢 为什么我这么害怕 我浑身发抖 我两股战旦 然后还要往前走呢 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的恩典 因为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我就不再受那个永远的苦了 我多么期待能够将这样美好的消息 传给更多的人呢 我多么希望这十几亿的同胞 有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一点 所以无论我怎么软弱 无论我怎么害怕 我还是要往前走 我还是要依靠主 所以最终受苦要见证主 当然第五点 受苦是漠视性的 也是有限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看到第五节 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 这是必定的 这些所有的这些人 这些逼迫我们的人 这些不相信的人 所有的人将来都要受审判 他们将来的结局已经定了 因为不信 已经定了 当然 现在他们还有机会 你看到 所以受苦是漠视性的 基督就要再来了 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 基督徒已经等了两千年了 有可能我们正说着话呢 然后基督就来了 然后号角吹响 然后千万天使天君就出现在空中 看啊 空中有千万天使天君就来了 然后就看见 哇 这个信主的人纷纷的往上就被提了 哎 被提的时候 有人坐在屋里面没有被提 但这个 这个 姐弟两个坐到那里 然后这个弟弟被提上去了 那个敬前的姐姐 天天祷告 祷告的非常好的姐姐 然后留下了 那个非常非常 那个爱主 然后天天天天天读经 祷告的那个爸爸留下来了 那个妈妈天天唠唠叨叨 好像不那么信主的 不那么尽情的 那个妈妈被提走了 哦 那个时候就麻烦了 哦 你一定要 亲爱的弟兄姊妹 要小心 因为基督随时会来 我们要真的相信 若不是真信 若不真信福音 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干什么呢 是不是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我们经历这一切干什么呢 还要受苦 为什么呢 何不为与他们一同 去奔到放荡无度的路 是不是 好 精神也好开心一下 将来号角吹响的时候 你还在地上 你想想 要信就真信 因为 你看到 就是曾经死去的圣徒 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 要叫他们的肉体 按照人受审判 在人的眼中 按照人的价值观被审判 甚至有许多人被逼迫之死 被折磨之死 把牢底坐穿 经过人的审判而死 但是他们的灵性 却靠神活着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所信的上帝 是活人的上帝 他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今天 是死的 还是活的呀 你说死了 但是我告诉你 圣经这里 惊人的宣告说 他们是活着的 彼得 保罗 约翰 雅各 这些 王明道 尼托生 这些人 是死的还是活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他们活着 他们活着 你和我 有可能不是被提到空中 有可能我们要经历死云的忧骨 我们的身体也要死 但是 甚至我们当中 我们教会 可能有人将来会殉道 可能会有这样的人 但是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即使我们的肉体死了 但是我们的灵魂 却靠身活着 而且要活到我们 基督再来的时候 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的灵魂和肉体 就会重新的合而为一 我们那时候 我们的复活 不是指灵魂活着而已 是我们有一个新的肉身 所以无论我们是被烧了 我们死了以后 被烧成灰了 还是被怎么样 将来有一天 我们要完全的 是一个全人 要活过来 要复活 所以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感谢上帝 他赐给我们这样 宝贵的应许 我们 我们 的受苦 我再说 我们的受苦是赏赐性的 是预定性的 是征战性的 是见证性的 是末世性的 我们的受苦 我接下来要再讲一点 受苦不是什么 我们的受苦不是功德性的 更不是救赎性的 中国人常讲 吃得苦中苦 放为人上人 这不是我们的受苦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受苦 他们 他们甚至讲说 天将将大人于私人 也必须苦其心智 劳其金骨 恶其体肤 行腹乱其所为 然后就讲一通 你看到那一个所谓的受苦 他是在此事 在今生 在肉身当中 他也想要得一些好处 他是通过他的受苦 来站在一个 道德的制高点上 因着我受苦了 我都 我们家都断水断电 这么多天了 你能不能听我说一说 我受的苦更多 我都在这个看伤所 这个待了八个月 在所有出来的人 我待的时间最长 能不能听我说一说 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心态 那非常可恶 非常可怕 以前我们家庭教会 有些老前辈 他坐牢出来以后 他就觉得 我都坐了十年牢出来 你们这些后生 你都应该听我的 我都坐了二十年牢出来 你们这些人 都没坐过牢 没吃过苦 那你们懂什么 如果说我们是这样想的话 那就是非常麻烦的 因为受苦不是功德性的 我们自己受苦 没什么了不得的 受苦只是叫我们 与罪断绝的 主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 这是赏赐性的 不要搞错了 受苦更不是救赎性的 救不了你 佛教的观念 你今生受很多苦 将来你就 今生受的这些苦 就使你 使你就 赎了你自己的罪 对吗 你受的这些苦 将来 你原来的那些 多少是做的这些孽 你就洗尽了 你就买赎回来了 为什么 你绝对不能杀生 你一定要吃素 你再不能犯罪 而且你要做好多的好事 你要买一些鱼 买一些鱼 然后拿到河里面放生 然后你要做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 你就挤了很多功德 然后你还要施舟 你还要做很多 你做这些事情 然后就能够把你原来犯的那些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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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买回来 你原来犯了好多罪 所以你现在一生都要吃素 那是佛教的观念 那是救赎性的受苦 不 基督徒的受苦不是这样的 我们受的苦一点都不能救赎自己 我们完完全全是靠基督受苦 是基督的死 基督的受苦救了我们 这是受苦也不是惩罚性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有一些人 有些人 他会以为说 我们受苦 我们受逼迫 那是不是我们犯罪呢 我们可能犯了罪吧 不然的话 为什么我们受苦呢 不 受苦不是惩罚性的 受苦不 圣徒的受苦不是惩罚性的 王一默是在2018年 11月29号 写一篇灵修文章 叫一个叫保罗的男人决定去死 在里面有一段话 他来讲这个关于苦难与福音的关系 他说 他说这个是哥林多后书当中 保罗自传和自变的一个重点 其实保罗不是自夸 因为他说我若必须自夸 他就夸那关于我软弱的事 有人怀疑他 攻击他 恰恰是出一种律法主义和成功神学的态度 有点像岳伯的三个朋友 就是保罗一直在遭受迫害和患难 惶惶然于上家之犬 这是不是上帝并不祝福他 而他也有可能得罪上帝的证明呢 秋雨深约教会 这个一直受这么猛烈的逼迫 是不是因为秋雨深约教会 这里面好大好大的罪呢 那王一波是怕那么重的 这个徒刑 是不是因为他其实是犯了罪 所以他之后得了这样的事情呢 有好多的人在这上面是糊涂的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有些弟兄姊妹 自己时间长了以后 自己也会有些迷糊 哎呀为什么 为什么旁边的教会都好好的 我们教会人家追着打呢 好像要赶尽杀绝呢 殷强长老这个怎么回事 成都担不下去 然后乐山人也恨他 也要把他赶走呢 那殷强长老肯定有事 他肯定有 还有没有悔改的罪 不然的话 这个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可以肯定说 我肯定有没有悔改的罪 我肯定有好多罪 确实在今生还没有洗尽 是的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看清楚了 我们今天的受苦 不是惩罚性的 是赏赐性的 王一波是在这篇文章里面写的说 那些被逼迫的人 有人说那些被逼迫的人 都是自找的 这种论调在今天的教会当中 也很常见 教会最大的悲哀 就是躲避苦难 因为教会看不见苦难的珍贵 失去了对福音的荣耀的热爱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第二个 不是 受苦也不是漫无目的的 我们的受苦不是漫无目的的 不是随便教你受苦的 我们所受的每一个苦 都是主亲自量过的 主亲自为每一个人量身定做了 一套受苦之路 你不是很骄傲吗 他就要给你一个妻子 让他非常非常的敏锐 与骄傲的罪 你一骄傲他就看见了 他就要他就要说 你看你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 你不是非常的固执吗 你不是非常的这个自意吗 这就给一个一个非常非常的 这个要对人的自意 这个非常敏感的一个丈夫给你 然后他每一次都看到你自意 然后让你痛不欲生 他火眼睛睛 每一次都看到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自意的人 你不是觉得自己很敬钱吗 就给了你在家庭里面 连你的女儿都看出来 连你的儿子都看出来 你好假 其实你在人前祷告的时候 祷告的很属灵 但是实际上你自己在家里面 你的祷告稀松平常 乱七八糟 就草草了两句就结束了 而且你基本上祷告时间很短 连你家孩子都看出来了 所以上帝给你一些苦头吃 他就是要把你从一些错谬当中 做一些可怜的罪的捆绑当中 把你救出来 这些苦都是定点打击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这种叫做精确制导的 你知道像美军的那个武器 然后 从天而降 咔嚓一下子 把那个 那个什么 伊朗的那个二号人物干掉了 对吧 那上帝也是这样子使用苦难来打击 要来 上帝使用的苦难是 是精确制导的导弹 是这个靶向 那个 现在那个 那个生物制药的那个技术里面 有这种靶向治疗的那种药物 上帝的苦难 是这种靶向治疗的这种药物 他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就在你那个顽固的脱不了的 那个罪的那个地方发挥作用 就是要于 就帮助你与你的罪征战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 我们怎么能够 为着我们今天受的这些苦难 而抱怨主呢 我们怎么能够 因为我们受的这一点的苦 然后在那里 然后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呢 我们感谢主 因为 他是如此的爱我们 他知道我们真实的树林的光景 所以他要使用这一切来炼经我们 来帮助我们 他要帮助我们与罪断绝 所以 受苦 是上帝赐给末世圣徒的 一个记号 一个蒙恩的记号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记号 我接下来就要讲了 就是相爱 不只是受苦是记号 相爱也是记号 对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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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讲这个三重视角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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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罗姆 他 这个 在总结教会的 这个 标记的时候 他说 传统的那个 圣道 圣礼 圣券 这个 这个 不太 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好 他说 有一个记号 被忽略了 那就是彼此相爱 爱是记号 因为这是耶稣亲自说的 耶稣说 你们若彼此相爱 众人就必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个是最清楚的记号 教会 为什么 是教会呢 因为在这个 污秽败坏 彼此相争 彼此相争的世界上 有一群人 因着主的恩典 他们开始彼此相爱 所以看到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相爱 是何等大的恩典 为什么我说 相爱是恩典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 整体性的来看 七到十一节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七到十一节里面 这个核心里面 讲的不是我们要如何 还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很快的想要知道说 这个圣经到底 叫我们做什么呀 我终于看到了 这节圣经是叫我们 叫我们彼此相爱 我看清楚了 是的 你说的 你看的没错 但是还有里面一层 你要看更清楚 是什么呢 是个人要照 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侍 所得的恩赐 这个恩赐是主给的 不是他自己有的 有人会讲到 那不是他会讲到 那是主给的 有人会做饭 会做爱业 那也不是他 那是主给的 若有服侍人的 都是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 接下来这句话 你琢磨一下 亲爱的弟兄姊妹 说 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明明说的是 若有讲道的 要按照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侍人的 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 这不是 接下来应该这么说吗 叫神在凡事上 因着我们 因着我们 遵守上帝的命令 因着我们得荣耀 对吧 因着我们圣徒的顺服 得荣耀 怎么叫因着 耶稣基督得荣耀呢 不觉得很奇怪吗 明明是我们在讲道 按照圣言讲 明明是我们在服侍 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 怎么 怎么是 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呢 你不觉得这个话 有点费解吗 为什么呢 如果你去看参考 这个使徒保罗讲的 他说 耶稣基督身上高天 掳掠了仇敌 将这个各样的恩赐 就降下来赏赐给他的教会 你记得吗 所以你看到 所以这个所有的 无论是讲道的也好 还是服侍人的也好 是长老也好 是执事也好 同工也好 小组长也好 是这个 是这个默默无闻的 这个祷告团 祷告的勇士也好 是这个默默在家里面 煮饭的这个妻子也好 这个各种各样的服侍 这些服侍人的 这个服侍人的 这个恩赐 是从哪里来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是耶稣基督 这位复活的高升的基督 他从他身上高天 努力的仇敌 将恩赐赐下来的 所以我们 我们有什么 可以自己夸口的呢 我们说 哦 我很会祷告 哦 我很会做某某事 我很会做那一件事 我很会传福音 不 这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你会 这是基督 那位高升的基督 那位复活的基督 那位今天做的天父 右边的基督 他赏赐给我们的 他透过圣灵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当我们做的时候 不是我们做 是主在我们里面做的 那个美善的工作 都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的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是真实的 那个真正能够去受苦的 那个真正能够去相爱的 那个真正早上能够起来祷告的 那个真正能够尽全的去 那个每一天都能够好好地去读经的 那个真正能够去饶恕人的 这一切的力量都是从 那个复活的基督那里赐下来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看到吗 这段经文的核心是什么 是那位高升的基督 上面的那段经文的核心是什么 是那一位降悲的基督 是吗 其实你看到 受苦相爱两密集 的核心是什么 是基督的降悲与高升 是基督的受苦和他 从高天赐下圣灵 那永活的圣灵 那一个使我们不断地进入真理的圣灵 那位那个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是因着主的灵在我们中间 所以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谨慎自首进行祷告 我们因着主的灵在我们中间 所以我们可以彼此切实相爱 而这一个是最重要的 彼此切实相爱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看到后面讲到互相款待 和彼此服侍 这都是彼此相爱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在前不久的主日学当中 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互为肢体 我该怎样与我的弟兄姊妹相处 那一刻当中 我们讲到了我们怎么样 对我们弟兄姊妹的九个方面 大家还有印象吗 三个大的方面 对不对 彼此肯定 彼此分享 彼此服侍 彼此肯定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 肯定彼此的长处 能力和恩赐 第二 肯定彼此在基督里同样重要 第三 透过可见之爱的举动 彼此肯定 这是彼此肯定的吧 然后 彼此分享三个方面 彼此分享空间 物资 时间 第二 彼此分享各自的需要和难处 第三 彼此分享信仰 思想和属灵的事 这是彼此分享的吧 彼此服侍 透过都次 彼此服侍 透过赦免于和好 彼此服侍 透过服侍他人 而不是自己来彼此服侍 所以亲爱的兄姊妹 你看到吗 你看到在这个里面 我们所有的人 这九点其实都可以包括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里面 是吗 所以你看到 当一个人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可以走得更快 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 当我们彼此相爱 互相款待 彼此服侍的时候 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显明了 众人就能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 主也必使用我们 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来见证他自己的福音 我们看到西方教会的这几百年来的衰落 这两三百年来的衰落 正是在这个受苦和相爱 这两件事情上的衰落 他们首先偏离了受苦的道路 首先偏离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他们在性道德上的妥协 开始与这个世界同奔了放荡无度的路 所以今天西方的教会那种淫乱的比例 就是许多人离婚 许多人婚前就已经 已经开始有这种淫乱的性的关系 这些的里面 然后你看到这个 这些 这个西方的教会不愿意在这些事情上受苦 他们就与这个世界同奔了放荡无度的路 这是今天西方教会堕落最重要的原因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说最重要的原因 没有之一 是最重要的 然后这近一百多年来 一两百年吧 西方教会在这个物质主义 在福利主义 在与金钱的关系上面的这种妥协 不断的妥协 然后使得这种成功神学大行起到 使得这种 这种与成功神学结合的 这种林恩的神学大行起到 这是西方教会堕落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路德东为什么没有力量来回应纳粹 今天的法国人 为什么没有力量来回应穆斯林的崛起 你看到法国和德国 他们在思想 在意识形态 他们是多么深的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 至于说那些在社会主义 这些思想和实践上走得更远的国家 他们的福音是何等的荒凉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中国教会是蒙福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机会 还没有机会走得那么远 在这个犯罪的道路上走那么远 我们今天还在受苦 我们今天还可以彼此相爱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真正靠着那一位降卑的基督 能够走对十字架的道路 靠着那一位高深的基督 来能够在我们当中彼此相爱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谢谢你 在这个主日你赐下极大的平安给我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 你是我们这一群败坏的误会的儿女 主啊被你自己亲自分别出来 我们来见证你自己的恩典 我们也每一天来依靠你的恩典 主啊 求你继续的在中国教会当中来做工 主啊 求你特别的与你自己在成都 这一间微弱的软弱的秋雨事业教会同在 主啊 使我们常常默想 你在这两千年来 你如何的带领那一切 那一切走你所赐的十字架道路 以罪断绝不断的治死罪 不断的来以受苦为兵器 以受苦的亲自为兵器 来与世界老我魔鬼征战的这一些圣徒 这一些教会 主啊我们不断的在这当中来依靠你的恩典 主啊也求你赐下真实的彼此的相爱 使我们在逼迫当中看见我们肢体的需要 主啊我们站在那里来帮助 主啊求你使我们真的可以彼此相爱 彼此肯定 彼此分享 彼此服侍 主啊求你 求你的圣灵 主啊每一天都来联络我们这群的儿女 来兼顾 来保守我们 使我们在受苦当中彼此相爱 在相爱当中 能够来走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受苦的道路 主啊是受苦和相爱 这两样的兵器能够合而为意 使我们不是单纯的强调受苦 也不是单纯的强调相爱 因为主啊我们是何等的需要 你那平衡的福音 来更新我们生活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主求你的帮助我们 求你在这个教会当中 呼召出一批在祷告 在读经在每一日跟随你上面忠心的儿女 主啊使我们的生命深深的扎根在福音里面 我们在向下深深的扎根的过程当中 也求你来预备我们 预备我们 主啊在未来的这个中国的大转型当中 成为你所使用的 去收割那发白的庄家的你的工人 主啊求你在这个教会当中来做那圣善的工作 是你自己亲自做成的 主啊你是创世成中的主 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 主啊使你的旨意成就在自己 你卑微的仆人成就在你卑微的教会身上 主啊要借着你教会来彰显那高深莫测的 那一个是所有的人都无法言表的 主啊我们唯有赞叹唯有赞美 唯有在你面前屈膝的 这宝贵的恩典 主我们感谢你 求你来施恩给所有你的儿女 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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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